Wippy 主席 大家好 今天是 2023 年 9 月 9 日 星期六 上午 可以看回我們康城經過 9 月初 和 9 月 7 日至 8 日的黑雨後 雖然是星期六 但也是一個開工的日子 所以看到康城在這裏 就慢慢回復正常 有很多工人哥哥姐姐繼續開工 尤其是在這個動感公園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呢? 有3 日子 歡迎來到 Wippy 主席 頻道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Wippy 主席 頻道 康城受黑雨的影響相對來說 和全香港人比較小 昨天總結了 有三達德地方 在地鐵站和商場 那裏就有流水的情況 比較大規模一點 就是商場的 level 4 但其實昨天 9 月 8 日的下午時分 這裏已經開放了 但是這個海葵的颱風帶 雖然沒有吹正香港 但也成為香港有紀錄以來 最多降雨量 黑雨的影響 還有全世界都有新聞報 包括剛才那裏 譬如新加坡新聞 美國的新聞 美國的財經新聞 甚至是歐洲的新聞 都有播放的 加上打風 我們康城這邊 譬如第十一期的地盤 地盤工程範圍內的設施 這個就是動感公圈 也復常開工 就算今天是星期六 通常星期六都是建築工程 都是繼續開工的 所以都會見到 有不同的工作人員 現在就在這裏 努力地工作 中間其實這幾天 就有消防員 看到有很多消防員的相片 相信大家一定有看過 消防員救人的相片 救美女的相片 另外就是很多前線 在香港的不同部門 或者是負責清理 譬如大樹倒林 或者一些淤塞了的地方 其實這些前線人員 幫香港努力地工作 其實也都值得我們 極之去欣賞他們 所以香港消費這麼快 復常回 另外一方面 雖然WIPPI以前對港鐵公司 有很多不同的正面 constructive feedback 但今次港鐵 特別是九龍中的幾個站 都遭遇到很大程度上的影響 那港鐵員工 尤其是前線的一批 很努力地去復上 其實 理論上今天 9月9日 開頭是開的 但最近聽說 又有些事封回 希望每個努力工作的員工 他們的工作都是安全 幫助全香港 其實很感謝各位的努力 所以 其實看到他們的工作 阿WIPPI突然感染到 香港的動力 去回復大家的正常生活 這裏就有點感動 所以就出了這一集 去跟大家分享這個意思 或者這個主題 而香港其實也有很多的前線組織 每天都在默默耕耕地 工作去服務香港不同的弱勢社群 例如這個Feeding Hong Kong 樂響社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WIPPIJ的頻道還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包括全張奧最大的商場在哪裏 已經開了的 張高奧藍田隧道 以前的施工情況 這些歷史的片段 另外已經在建立 跟我們康城和張高奧街坊 息息相關的六湖幹線 其他部份的情況 以及結構 預算 設計 另外 康城有一條新的7x24行人通道 最新情況是怎樣 記得來回我們WIPPIJ的頻道 看看吧 時事留心即學問 多謝大家收看WIPPIJ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見 如果想看回WIPPIJ的其他片 歡迎你來到WIPPIJ的網頁 例如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去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也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張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工程 由無導遊 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WIPPIJ有超過二三十六片 去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回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WIPPIJ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 有一個網頁叫做Facebook日出康城group WIPPIJ channel 記得加入這個群組 有一個time sequence 讓你提供不同的分享 Rigi A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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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PPIJ channel